你现在看到的是千锋传占HTML5家课程体系详解视频 千锋HTML5百人教学团队聚集行业顶级师资 只为更优秀的你 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 就是来自千锋HTML5百人教学天堂之一的王英俊先生 当然这是学生以及同事对我的昵称 我呢是千锋HTML5的高级讲师 同时也是上海校区HTML5部门主管 拥有10年以上前端开发工作经验 国内引路并推广HTML加CSS网站重构技术的新学者之一 过去呢我曾经就职于跨国广告公司 很多你们熟悉的品牌都曾经是我的客户 比如米高美公司啊 巴黎欧莱雅集团 摩渡中山公园那里的玫瑰坊生活广场 家房领域的新亭乔德 还有呢卖那种叮零叮零钻石的东华美钻 美妆行业的基凡锡 还有像是HR OPPO手机啊等等 以及中宣部等国家政府机构 你们要说了 哇这么牛 但实际上呢 我要比你们刚才了解的还要更牛 如果有学生啊 在青岛 那么哈尔路一号的弹香湾酒店公寓 这是我以前参与过的一个项目 如果你看网络小说呢 说不定啊 你才是我的读者 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有发生过 我们的学生 然后某一天不小心发现了我的笔名 然后说啊老师 你居然是我曾经追了很久的大大 当然了 笔名就先不在这里透露了 总之呢 英俊是一位拥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传奇人物 当然了你们要说了 人生经验丰富我们不care 我们是要来这里学习的 我们比较care的是什么呢 像是授课经验啊之类的 那么这种呢 你们就更不用担心了啊 英俊最大的特点就是授课风格 轻松幽默 擅长图文结合 以及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讲解知识点 简单易懂 所以呢 学生们经常要说了 英俊啊 你一定是讲师里单口相声讲的最好的 单口相声里最会敲代码的人 所以呢 现在我的课不光有趣还很好懂 那么自我介绍完了 我来介绍一下千锋全站HTML5家的课程体系 我今天在这里要介绍的部分呢 叫做多终端浏览器兼容 什么是多终端 多终端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电脑啊 手机啊 手持移动设备 比如像是平板 那么多终端浏览器兼容 主要就是学习如何让我们的项目在多终端上呈现相同的显示效果 它主要包含了两块知识点 浏览器兼容 什么是浏览器兼容呢 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啊 会涉及到在多个浏览器上面进行调试 比如说像是Fairfocus 火狐 Opera Opera中文翻译过来就是Open Chrome Chrome就是谷歌浏览器啊 或者是IE的多个版本下进行调试 然后呢 很有可能在不同的版本浏览器下面会出现显示效果不一样的情况 那么第二块知识点呢 就是宽高自适应 什么是宽高自适应呢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项目啊 是需要在多终端上显示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了 电脑显示器 手机屏幕 还有平板 它们分辨率都不同啊 有的宽 有的窄 对不对啊 像我们的电脑显示器 它是横向显示的 手机呢 是竖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单一的显示啊 而专门去做一套规则 那么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需要我们制定的这套规则呀 去能够适应各种设备的显示 而自己去适应 那么这就涉及到宽高能够去自动匹配我们的设备显示屏的分辨率 这就是宽高自适应了 啊 那么我们学习多终端浏览器兼容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啊 在介绍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掌握了多中端浏览器兼容 才能保证我们的项目在各个浏览器下面保持一致的可读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保证你的项目在火湖下面啊 在那个谷歌下面啊 在open下面啊 或者是在IE的高级 常用的几个版本下面 看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不会这里呢 是A效果 那里是B效果 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都有 这种是不行的啊 那么 掌握了多中端浏览器兼容 在我们的网页布局中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呢 可以使我们的网页显示更灵活啊 可以适应在不同的设备 不同窗口和不同的分辨率显示 刚才说呢 一个是要保证在不同的浏览器下面 那么第二个要保证 它在不同的设备下面的显示啊 那么 最重要的一点啊 作为一个合格的前端 我们的掌握多中端浏览器兼容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你行走江湖 你不带剑怎么行呢 对不对啊 但是有同学要说了 老师我带刀总可以吧 那我还能带猫呢 你说是不是 那么 作为啊 作为那个HTMI5天团之一的讲师 我是怎么会 怎么来讲解 多中端浏览器兼容这块知识点的呢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啊 我的授课风格 首先呢 我一般都会是先介绍理论知识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 最后呢 将我在实际操作中 过去这么多年 我累积下来的经验 交手给大家 那么首先呢 在这块知识点上面 我会先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再用的一些 主流浏览器 比如说 有哪些浏览器 它的核心内核是什么 它的发展史是什么 简单的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 会讲到 什么是浏览器兼容 这个概念 大家需要 需要去了解 然后我们就会讲一些 常见的兼容性问题 以及解决方法 都是一些 我们在实际操作中 会用到的东西 那么 然后呢 是宽高自信这块呢 我们也是 由浅入深 怎么由浅入深呢 先复习以前讲过的知识点 比如说 先从普通的宽度的定义 然后讲到什么是自适应宽度 然后呢 先从普通的高度定义 然后再慢慢过渡到 更深入的知识点 比如说 什么是最小高度 还有呢 像是最大高度 最小宽度 最大宽度 都是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可以让同学 更加容易的去掌握 我们的这个理论知识 然后接着呢 就开始再进一步的去 讲它的一个进阶 那么就是 怎么去讲 让我们的子元素 去自适应负元素的高度 或者是浏览器窗口的高度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要讲到的 多终端浏览器的兼容 怎么去适应各种设备 那么接下来就是实战环节 通过实力 让大家进一步去了解 和掌握知识点 最后就是刚才我讲的 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会将我 这过去十多年的经验 总结出一条一条的规则来 然后呢 交手给大家 这样子呢 大家在实际操作中 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那么当别人还在考浇规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老司机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整个学习的当中 我会使用一些什么案例 那么 主要呢是这样子的 一个是 过去我做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比较老的 那么像上面的这一块部分 这是一个flash flash banner 是我一帧一帧画出来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用看它的首页 看的是它里面的内页部分 我会告诉大家啊 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这块区域 它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看到没有啊 内容很短 然后呢导致这块区域 它整个都掉在了上方 那么但是当内容多的时候呀 这块区域就比较 看上去比较舒服了啊 但是作为我们网页里面的内容 像是腾讯啊之类的这种 你们去看它新闻 你不能保证每一天的新闻 都是长篇大论 一读要好几分钟的那种 有些时候 它可能是从远方发来一个快讯 然后呢 再过几分钟 然后编辑才会慢慢的将内容 充进去 就比如像是这种样子 可能巴拉巴拉巴拉 只有一行啊 或者是两三行就结束了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区域 这个容器非常短 然后呢 如果你的分辨率 电脑的分辨率更大一点 那么整块内容都掉在 你的浏览器上方会非常难看 那么我会通过这个例子 然后引出今天的知识点 告诉大家啊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这是其中一个啊 那么像刚才讲到的 刚才讲到的 我们讲宽高字适应的 一整个上课的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元素宽度 从元素宽度 普通的元素宽度的设置 以及到特殊的 以及浮动的情况下的元素宽度 我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 比如说像元素高度 高度也是啊 那么先从普通的元素高度 然后讲到什么是最小高度 元素的最小高度 然后呢 每讲一个知识点 还会跟上一个实例 最小高度的实例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如何去处理啊之类的啊 最小高度的实例 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接近完整的网页布局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像是刚才讲到的最大高度啊 最小宽度啊 然后最小宽度 它也会讲到实例啊 它也会讲到实例 都是理论知识 加一个简单的小实例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的这个知识点啊 那么像元素高度的自适应 呃 元素高度自适应浏览器窗口 元素高度自适应负元素的高度 也是啊 这两块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从理论知识啊 开始怎么去 呃 理论知识 简单的例子去 阐述它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例子 让大家 能够清楚明白的去掌握它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整个综合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 当我缩小浏览器宽度的时候 宽高 大家会发现它的宽高 跟着我的浏览器窗口 也在锁方 看到没 包括这张图片 包括它下面的这两个区域 啊 大家会发现 这块白色的和这块灰色的 当我拉长了以后 它也会变得高一点啊 变得高一点 那么这里也是啊 这里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多中端浏览器兼容 像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iPad上面显示的效果 啊 iPad上面显示的效果 那么再长一点的话呢 可能是什么 宽屏啊 宽屏的显示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 在实际操作中的一种运用啊 通过这种运用 更能够更加清楚 明白的去了解我们学到的知识点 那么最后啊 最后就是通过我过去的经验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啊 那么这就是一整个我们的授课的思路 以及它的一个案例的展示啊 那么时间有限 我们下期见